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归内政部管辖 龙林榆木业归农委会管辖 水利河川归经济部管辖 而环境保护归环保署管辖 如此的分工看起来像是各司其职 实质上我们也发现是各自为政 根本没有办法整合 而中央在整体的这个国土保育政策上面也欠缺整体的规划 为了国土开发跟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让台湾有序发展 本席主张行政院应成立跨部会共同治理的机制 建立起横向的连结 提出完整的国土保育政策 并加强对非法破坏的这些业者进行稽查取缔 此外 本席也认为 环境保育的工作应该要向下扎根 民国一百年 我国已开始施行环境教育法 环保署跟教育部应该要将看见台湾这部影片列为重要教材 让我们的孩子了解个人 社会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也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具有环保意识 让孩子们愿意自发性的参与环保工作 一起为台湾的国土保育尽一份心力 看见台湾这部影片 让我们看见这片土地的美丽与哀愁 当民众走出电影院 心里停留的感动跟感叹之外 更需要有实际的行动 用积极的环保行动来守护我们台湾这片美丽的土地 本席认为行政部门应该善用这一股台湾民众被激起的关心土地的这样的意识 从中央到地方 我们要加速来推动整体的国土保育政策 号召全民 用全民的力量 用行动来守住台湾的美丽 以上 谢谢